吉他调音详细讲解 那么上一个视频的话 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个调音器 就是我们把这个调音器打开 打开之后 把这个字母 把这个字母现在显示的是B 把这个字母切换到 切换到G这个字母 G这个字母就是给吉他调音的 那么好 我们切换到G这个字母之后 然后我们把这个调音器夹在这个琴头上面 夹在琴头上面 然后就可以开始给吉他调音 调音的话从六弦开始调 六弦调完再调五弦 四弦三弦二弦一弦 那么我们先调六弦 我们弹一下六弦 当我们拨动琴弦 调音器上面 就会识别到琴弦的声音 那么六弦的话 要调到E这个字母 你看 当我弹六弦的时候 这边显示六弦 你看六弦 显示六弦之后 你看 这个指针 它是跑在这里 是吧 弹一下 它跑到这里 我再弹一下 你看 那么指针的话 你看这个指针的话 要跑跑在中间 要跑在中间这里 才算标准音 中间这里有一个三角形 你看 它是代表标准音 也是中间的意思 那么现在的话 你看我们的六弦 弹一下 你看 音太低了 黄色这里 你看左边这里 这个黄色区域是代表 音太低了 红色区域 就是右边这里 红色区域是代表 音太高了 那么现在的话 你看 弹响六弦 它指针是指到这里 那么说明音太低了 那么音太低的话 我们要把六弦调紧一点 音就会变高 也就是我们把弦钮 往逆时针方向旋转一点 然后它的音就会变高 这时候我们再弹一下 它现在的话音太高了 是吧 你看 当我拨动六弦的时候 这个指针跑到了红色区域 跑到了高音区 是吧 所以说 这时候说明 这根琴弦音太高了 那么音太高的话 那么我们要把琴弦调松一点 也就是把六弦的弦钮 往顺时针方向旋转一点 把音调低一点 然后我们这时候再去弹它 看一下 指针在中间代表音已经准了 像这样子的话 就是标准音 就说明我们的六弦 已经调准了 所以说调音的话 就是这样子调的 那么下一个视频 我们来调一下五弦